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不得不离开家园 数百人因土石流而失去生命 当地的雨林应过度伐木而日渐消失 矿废物污染了河流 当地总督鲍勃 达达表示 气候变化对人民生计的影响迫在眉睫 希望教皇能为全球行动和倡导提供支持 尽管教皇没有立即谈及气候变化 但他在会议中强调 国家的环境资源应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开发 以造福所有人 而非少数人 教皇的到来引发了数千人沿途欢迎 有些人甚至从内陆山区步行数天 只为一睹教皇风采 环球邮报分析了大众汽车的困境 这家曾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如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大众曾雄心勃勃地计划超越特斯拉 成为电动车的领军者 但由于技术转型的迟缓和市场份额的流失 该公司在2022年更换了首席执行官 电动车的雄心也随之滑坡 大众汽车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下跌了13% 而特斯拉的市值是其12倍 令人震惊的是 大众首次考虑关闭工厂 这在其87年的历史中尚数首次 面对电动车市场的激烈竞争 大众汽车急需重新审视其战略 尤其是在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生产上 随着行业的整合和利润的下降 大众的神话正逐渐破灭 南华早报指出 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 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许多中央银行正在增加黄金储备 显示出对未来潜在动荡的担忧 近期黄金价格一度超过每盎司2500美元 400盎司黄金条的价格首次达到100万美元 尽管加密货币被认为是未来的趋势 但黄金的表现却显示出 其作为避险资产的强大吸引力 JP摩根指出 黄金价格与美元和利率之间的传统关系 已经破裂 反映出中央银行和投资者 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担忧 随着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尤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等 黄金的安全避风港角色 愈发显著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过去两年中 购买了超过1000吨黄金 显示出对黄金的强烈需求 预计这种趋势将在短期内持续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婚礼是非常吉祥的活动 遵循许多规矩 以确保新人获得祝福 并避免厄运 首先 选择一个吉日至关重要 通常第三 七 九农利月 被视为不吉利 因为这些月份 与死亡相关的节日相连 新人还应避免在婚礼前后 参加葬礼或其他婚礼 以免运气冲突 在婚礼前的仪式中 通常会有过大礼 这是一种由新郎家族 向新娘家族赠送礼物的传统 象征着诚意 婚礼当天 新娘和新郎 会分别进行梳头仪式 然后通过闯门游戏 完成一系列任务后 才能见面 茶礼是中国婚礼中 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象征着对长辈的尊重和感激 通常以红色茶具盛装 寓意吉祥 南华早报进一步报道 香港社工的行为规范 将新增国家安全条款 社工注册委员会主席表示 这将有助于处理 涉及国家安全 和其他严重犯罪案件的人员 自2020年 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社工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 委员会可永久取消 被定罪者的注册资格 并要求所有注册社工 在面临严重指控时 立即报告 以便进行审查 此举旨在提高社工的专业道德 确保他们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 对于在2020年 未经授权的立法会选举初选中 被控颠覆的社工 委员会表示 将根据个案处理 确保不让违法者继续职业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一起 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 一名30岁的中国男子 因连续工作104天 仅休息一天 而死于脏气衰竭 法院裁定公司对此事 负有20%的责任 并判决赔偿40万元人民币 该男子在签订合同后 被分配到一个项目 每天工作 最终因免疫系统衰弱 而感染肺炎 导致多脏气衰竭而去世 此事件引发了 对中国职场文化的反思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过度工作文化的愤怒 认为企业应对员工的健康 负有更大的责任 此事件并非个案 类似因恶劣工作条件导致的悲剧 在中国时有发生 引发社会对劳动法和工人权益的广泛讨论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雷达设备 成功探测到埃及金字塔 和米德威岛上空出现的等离子炮 这种现象是由于赤道低纬度地区电离层中 大量带电粒子的突然消失所引起的 形成的气泡可以对GPS定位设备和卫星通信 造成干扰 中国的低纬度长距离电离层雷达 LARID在去年建成成为全球首个能够通过雷达探测这些等离子炮的国家 雷达的探测范围达到9600公里 能够实时追踪等离子炮的形成和运动 这一技术进步为未来的军事应用和空间天气监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日本时报报道称 今年亚洲最强的超级台风雅吉在越南北部登陆 此次风暴在中国海南岛造成了两人遇难和数十人受伤 雅吉的中心风速一度达到234公里每小时 虽然在越南登陆时有所减弱 但依然带来了强风和暴雨造成了严重影响 此前 雅吉在菲律宾造成至少16人死亡 显示出其强大的破坏力和广泛的影响范围 气象部门提醒居民加强防范 确保安全 NBC新闻关注到芬泰尼的死亡人数激增 导致一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开始转向特朗普 多位因芬泰尼丧失孩子的母亲表示 拜登政府在应对这一危机上反应迟缓 对此感到失望 尽管特朗普的执政期间 芬泰尼死亡人数几乎翻倍 但他的强硬立场和针对毒品的言辞 让这些家庭感受到了一丝关注 专家指出芬泰尼问题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毒品的生产和走私涉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关系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 面对这一危机都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才能真正改善现状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穆斯在一次活动中表示 美国有意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以便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一举动必将激怒中国 沃穆斯提到 他上个月访问日本时 与防卫大臣穆元成讨论了这一计划 并表示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看到多余任务部队在日本进行演习 这一新单位配备了被称为台风的中程能力导弹系统 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可能进一步增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大量的精彩 在百姓培里 跟木区利益 建议 各种 tin 在obia 乌团 最好的 一些 球 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